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綠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綠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先生你好 Hello 大家好 聽說有一種說法在外國或者在香港都很容易找到 或者都不難種到的植物 它很豐富的鐵質 維他命C 纖維 還有很多必需的礦物 例如蝶蝦 吃了這一種的食物之後 它又可以增強我們的內力 亦都可以抵禦高山症 袁先生你猜不猜到這種是什麼食物呢 這種食物不是香港中國人一般吃的 是的 不過近期都很流行 都多了很多 可能這方面的資訊 越來越多人知道 我們都已經說了這個植物的好處 很多很多年了 在我們中生的病人可能都知道 我們都有一個很簡單的單章 教大家用什麼食物來治療病 尤其是癌症方面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來的 極曉 極曉 這個就是紅菜頭 Beat root 紅菜頭 現在基本上在街市 在香港或者一些超市裡面 其實都不難找到一個紅菜頭 也多了很多 比起可能說之前 下十多年前 現在也很多 原來其實剛才也說過 這個食物裡面 其實很豐富的維他命 也很全面 最主要 剛才醫生也說過 在我們介紹給病人裡面 都是一個癌症 飲食的餐單裡面 都是包括了你的紅菜頭 究竟這個紅菜頭 除了之後 還可以有什麼功效幫助我們 原來最近有些最新的研究 發現紅菜頭 可以增加我們的記憶力 短短90分鐘 這麼快 就是一些簡單的紅菜頭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營養 包括他剛才所說 維他命C 葉酸 纖維 之類 抗蜜鹽 但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秘密的武器 這個是一種 一種是 inorganic nitrate 是燒鮮魚鹽 一種是燒鮮魚鹽 一種是燒鮮魚鹽 那是這些 就是裡面的成分 當然有些人說 燒鮮燒鮮 不可以的 我們都知道很多食物 那些附加品劑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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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的 當這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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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就是NO,是一种氧化淡 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是来打开我们的血管 市面,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推荐吃氧化淡的补充剂 是一种粉,加到它就会 但是它主要的好处就是加强你的血液循环 也知道,其实韦哥这类的药物功劳都是做这种 就是有氧化淡,将你的血液循环加速 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都知道 原来这个红菜头是一个天然的韦哥 我们发现,最近的研究 每天吃的红菜头是会增强我们的努力 和很快手的 其中一个在北加罗莲拿州 北加罗莲拿州的Wake Forest University 在Winsome Salem那里 他发现,如果我们每天喝16盐 16盐的红菜头汁 实现的人士通常都是那些长者 70岁以上 70岁以上是老人家 就是他们吃了早餐之后 就让他们喝这杯 喝这杯 是的 发现,他们就开始看看血液的测试 以及用那个磁力共振 磁力共振 是很明显看到 那些参与者 他们如果喝到这些高淡的淡盐的飲品 就是这个红菜头汁 它就会改善那个脑的血流量 去我们的脑的前叶那里 这个前叶当然是控制我们的质行的能力 是 以及长期的记忆 所以呢 他们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一个饮食是高淡的盐 高淡的质量的食物 是改善我们的智力的功能 很大机会 会可以避免防止我们老人痴癌症这个问题 嗯 另外一个研究呢 就是在英国了 在2015年 那么他用了40位健康的成年人 那么呢 就发现呢 他喝了15盎司的红菜头汁呢 他喝了之后呢 他那个认知的测试呢 是好过之前的 这个讲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记住啊 那么你想想一下 只有一剂量 即是15盎司 两杯这样 是的 那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脑的流 去入到我们的脑的前叶那里 就是加强我们的血流量 入到脑 那当然呢 就会带很多养分呢 和很多营养呢 因为血流量好嘛 那就带到脑的细胞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肯定呢 是对一些痴癌症 因为那个脑的那个 那个 就是血管性的痴癌呢 就是血管流 那个那个 触患有障碍的痴癌症 是肯定有帮助的 OK 好了 那还有研究呢 发现呢 他对那些老 即是高血压 那很多时候呢 都会慢慢是导致 那个老人的痴癌出现的了 嗯 那另外一个研究呢 也都是2015年的研究 那他这次喝呢 是喝8.5盎司 喝4个星期 那可以减低那个 高血压的 是 OK 这是高血压的饮品 OK 那就是差不多呢 是 好过那些人吃药 嗯 他就比较吃药 是 那也有些人是没有吃的 那这个研究呢 就是看低一个高血压的 雜字hypertension 那他一组人 32位病人呢 就喝那个 那个红糖头汁呢 是会减低他的那个 血压呢 是上压减8mm 下压减4 嗯 那令到很多的病人呢 当然不是很高 严重高那些 很快就变成正常了 OK 对 对 而食药那些呢 上压呢 是减9 下压减4 嗯 那其实呢 就是差不多了 对 对 和你食药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也看到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在这方面呢 嗯 那有些人会不会说 有些什么的 可能有些小心要副作用的 那些后遗症那些呢 那通常呢 因为我曾经讲到呢 红菜头汁呢 可以帮你处理那个糖尿的嘛 嗯 那如果有一些人 在吃糖尿病药的人 那如果糖尿 因为已经在按的糖尿 那如果你再用这个红菜头呢 可能那个糖尿呢 是按得更加低的 没错 那可能血糖会低 是 另外有些人呢 喜欢吃韦歌的那些 那其实呢 那就是双重的韦歌 是不是 那未必这样需要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有些腎石啦 这些腎石可能跟那个 那个nitrate有关的 那个烧酸的盐的腎石有关的 那这个可能有些 会有些少许的影响 那但我觉得 通常都不需要的了 嗯 就是不需要担心的了 就是你知道呢 这个好处 那当然呢 你也知道有食物的方法 为什么不用食物的方法 去处理高血压呢 为什么不用食物的方法 去处理那个糖尿的问题呢 就算用那些 就是男性的那些不举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 简单的方法的 好了 那红菜头呢 本身是很甜的 很甜的 但是我通常呢 那些人呢 我都教一些 那些下人啊 病人啊 那就可以 就是混合一些 其他的蔬菜汁喝的 那就是苹果啦 加苹果啦 那些味大家都习惯了 是的 那个红菜 那个胡萝卜啦 Carrots 那也有些人呢 就会加些 士多啤梨啊 赤梨子啊 之类之类 那蔬菜里面呢 加些芹菜啦 芹菜会 不如有些人怕寒凉的 就加些姜咯 是不是 或者加些 Cinnamom啦 那个 肉桂 肉桂粉 这方面的东西 那就是其实呢 你可以就是 就是红色的东西呢 可以加些绿色的东西啊 加些肉桂粉啊 加些姜啊 加些姜啊 这样去做 那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饮品 是值得我们呢 是每天都喝它 起码一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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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向来说呢 我们都很推药呢 就是喝这个红菜 就是用这个红菜头啊 可以这样 那现在也都很普遍呢 容易买得到啊 那些东西的时候呢 而且 它还要有个 这么大的功效的哦 可以在那个 刚才看过研究里面 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呢 增加那个血流量 去脑那里呢 咦 那医生 那这个不是很适合 现在将来的那些 一般的那些学生 要去考试的情况呢 会不会啊 哈哈哈哈 希望呢 不要我们这个节目呢 令到我们香港的 一考试之前呢 那些市面上的那些 那些街市的那些 那些红菜头 那些红菜头 立即一数清晨 那当然呢 我也发现有些人呢 就觉得呢 他吃了红菜头 喝了红菜头汁呢 他大便会红了的 嗯 那么他以为自己有出血 嗯 有时的尿都会红了一点 是是是是 这是正常的 嗯 只要你自己去查 没有其他任何不适的时候 而服用了这个 喝了这个红菜头汁啊 或者是吃了这个红菜头 而大便小便虽然有红色的东西 就不需要那么担心 今天我们又介绍了一个 很好的又很有营养的 各方面的功能性的一个食物 给大家就是这个红菜头 希望大家好好记住了这些资料 可以帮到你的家人 和你自己 都有一个健康的人生 今天多谢袁先生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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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